到台灣的時候 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他公是1962年7月30號 在香港下做了輪床 那個時候剛好開了一個網上 大風大浪了整個床 很多人在裡面都吐了 可是我阿公不怕陰床 我還可以吃三碗飯 然後到了8月1號 就到了台灣別邊的港 在西隆港 那床就靠那邊 那時候你們不是到台灣去 住在唐埔的家裡嗎? 黃寶全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帶著我哥哥 哥哥、嫂嫂帶著三個小的子女 到碼頭去接我 然後下床之後 因為我們有個政府機構 專門的接應從香港來的 從大陸出來的流亡學生 所以到了碼頭 就給我哥哥、嫂嫂 打個招呼 我們就做個大法 幾十個人一步 就到了台北巷 有一個小學 叫大興國小 就到了那邊 然後到了那邊是個大禮堂 第一個事情 他叫我們排隊寫名字 你把你的名字 你把你的出生文字兩頁寫下來 然後你讀過什麼書寫下來 然後一個人給我們畫一個草席 畫一個文章 畫一個文章 畫個被子 就鋪在那個 鋪在這個 在體育館裡面 我們當時第四批來 有三百多個人 第一 所以到台灣 第一個事情就是清零這些東西 然後在裡面待了兩個禮拜 就分配 你要讀書 看你要讀high school 還是要讀什麼書 他就分配到我們到學校去 那時候第一件事情 反正大家到了那邊排隊 排隊你東西 你東西吃完就吃飯 你要你自由活動 你都不自由 你什麼也動難心 你也不知道 你給他們怎麼 然後待了兩個禮拜 後來就到 到那個 到板橋 到板橋湖州里 那個學校去 因為阿公在中國的時候 讀過初中 你知道初中嗎 九里海 三年級 讀過三年級 後來呢 台灣呢 就開始讀高中一年級 你知道嗎 高中一年級 你知道嗎 等於這邊的多少 等於這邊的十年級 哦 不是九年級嗎 中學是六年級 七年級 和八年級 高中是 台灣是小學六年 初中三年 還是高中三年 大學四年 一天 多久 找得到